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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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过去两个星期收集了5000个交军和签名 以政府应该延续交通津贴 有游行人士表示 每日由天水围到港岛区上班来回车费需要50元 交通费占了每月的总收入十分之一 感觉到十分之弃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罗格 对于东亚运动会的开幕礼成功表示赞赏 东亚运动会公司引述罗格表示 香港在09年的东亚运动会开幕典礼 是他看过最多年的奥运事业之中 其中一个最精彩的开幕典礼 他会给予一面金牌给这个开幕典礼 罗格游赞赏开幕礼的编舞、缘仓声、仓衣和舞台的背景 公民党党会兼立法会议员余若薇表示 公民党会尽快就五区补选作出决定 争取最多人支持 他们会以争取普选取消功能组别成为补选的目标 这个主题亦获其他泛民主派认同 余若薇在电台节目中重申 普选需要普及平等的原则 现时的功能组别选举制度不公平 他希望其他泛民主派尽快可以商讨五区补选 东亚运动会奖牌榜 中国截至昨天连夺十四面金牌 以总数十六面金牌排榜首领先日本六面 香港就已参加五届东亚运动会最多六面 在南韩之后排第四 澳门就已两金牌第五 九个参赛国家和地区八个已经奪得奖牌 奪得奖牌的还包括中华台北 看看两岸消息 台湾三合一选举后参宣人四出借票 至今发生两宗怀疑暴力事件 一名女子脚步中弹 国民党遭受挫败 外界认为党主席马英九反应太轻描淡舌 民进党在原市长的选举得票率和地方席位都有增长 学者认为民进党已经走出了陈水扁的弊案阴影 俄罗斯今天全国哀悼夜总会大火之中的惨剧死者 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 会严重负责的人 全国明天将会下半期 电台、电视台和文化教育机构 将会停止举办文娱活动和相关节目报道 大火怀疑因为是违法放烟花引起 由于通道狭窄、人群逃生时 发生载人、踩人、惨剧 造成109人死亡、140人受伤 检察院部门扣留了夜总会合伙人、经理 以及负责安装舞台的烟火装置、私人企业股东等五人问话 示范莫斯科尔东一千多公里的第六大城市皮尔姆 当时有200人聚集 慶祝夜总会开二百周年 但多数都是夜总会的员工和家属 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透过律师 向报章杂志编辑发信 警告吴海尔寒登狗仔队拍摄的皇室照片 信件内容没有公开 白金汉公表示 这封信是对狗仔队多年来追踪皇室私隐行为的回应 皇柱查理司法人表示 皇室成员认为参加私隐活动的时候应该享有私隐权 星期日电视报报道 如果皇室成员在非公开活动的时候被狗仔队拍摄 皇室可能会采取法律行动 控告他们侵犯私人 联合国气候会议星期一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 会议场地星期一一度发生炸弹警暴 丹麦警方要封锁现场 搜集了大约一个小时 证实是虚惊一场 超过一百名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会参加大会 丹麦期间动员全国超过一半的警力 即大约6000名的警务人员负责保安工作 有需要的时候更加会增加3000多人去协助 伊朗据报暂时禁止外国记者在首都德克兰采访 因为相信反对派计划明天会举行反政府示威 韦家豪报道 伊朗文化部外国媒体管理师透过手机短讯 通知外国新闻机构 由明天至星期三禁止在德克兰采访 12月7日是伊朗的学生日 每年都举行纪念活动 当地多网站近日号召公众 并响应在德克兰的大游行抗议当局 镇压改革派 外国传媒报道 伊朗的互联网系统近日毫不稳定 甚至无法运作 有消息说明天可能连手提电话的网络也会受阻 香港天乐记者韦家豪报道 为了与网友有更密切的关系 本台开截了Facebook户口 欢迎各位观众加入我们 方法非常简单 只要在Facebook的搜寻器上打 Delight Media Hong Kong 之后按加入就可以观看本台的独家片段 上片和还可以留言表达你的意见 令到香港天乐成为更好的网上媒体 记住支持,这期新闻报道完,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费搜导器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